金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4月2日到6日应邀在北京进行访问 这是他去年11月上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 姆南加古瓦与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 签署了多项关于基础建设的协议 针对姆南加古瓦此次访华 许多非洲的网友对美国之音发表了评论 我们请实习记者曲从周来为大家介绍 从周 大多数美国之音非洲一组脸书网易上的评论 都批评姆南加古瓦访华 特腾拉说中国破坏了非洲的自然环境掠夺钻石 而现在姆南加古瓦却威胁着与这么一个国家签订合同 另外 萨罗扎尼说 非洲和中国是多年的朋友 但是非洲并没有得到多少来自中国的援助 他认为中国只不过是在掠夺财富之后离开非洲 网友特发子瓦说 中国和印度是不会开发其他国家的 他呼吁政治人物记得 当初是白人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 他认为不能期待中国和印度做到相同的一点 塔吉特则认为 所有投资者首先都应该尊重人权 生意是次要的 京八部委 政治分析家瑟本内尔则表示 中国是姆南加古瓦总统的最佳合作伙伴 他这么说 中国向来不考虑政府效能 人权以及贪污 就迅速给非洲国家提供基础建设 所以对于希望尽快加速 京八部委经济发展的 姆南加古瓦总统来说 中国是一个完美的合作伙伴 京八部委媒体说 姆南加古瓦还参观了中共中央党校 以及华为总部 中国新华社报道说 中京两国将在中国一带一路 和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之下 继续加强合作 主持人 好的 谢谢实习记者 取从周的连线报道